彭佩奥对中方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 是一再重复的谎言 刘烨刀杂志主编近日转文指出 世卫组织和中国早在一月份就解释了正在发生什么 但在死后的六个星期当中 一些国家毫无作为 这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用阴谋论去指责世卫组织和中国是不对的 向中国甩锅推则 把病毒标签化 政治化 解决不了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 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加强抗议合作才是正当 希望美方采取对人民生命健康受责任的态度 把新做个精力将到抗击国内疫情 和加强国际抗议合作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